好 观众朋友们 在今天下午东方马城将要进行的是2019中国武汉速度赛马公开赛年度总决赛 那么经过了一个赛季的紧张激烈的比赛和争夺 在今天下午将进行五场年度总决赛的激烈的较量 那么这五场比赛分别是2019中国武汉速度赛马公开赛年度总决赛三岁马短途经营赛 2019中国武汉速度赛马公开赛所有的马匹都已经完成了进展 这场武汉速度赛马公开赛年度总决赛三岁马短途经营赛开达了 我们看出达的情况 14比赛局出达之后的场景是非常的壮观 现在领先的应该是6号的富安凯歌 这比赛局往季也是非常出色 这是他的第二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就拿到了冠军 出达之后他现在是一马当先 处于领先的位置 身后有7号的御风锥 另外还有1号的宇宙星神 宇宙星神是不紧不慢的跟在后面 采取跟随跑的战术 目前领先的还是6号的富安凯歌 进入最后一个弯道 这是400米的弯道 出了弯道 马上就开始冲刺 我们看到1号 富安星神已经开始加速 领先的还是6号的富安凯歌 宇宙星神在外篮的位置加速 领先的依然是6号的富安凯歌 这场比赛 富安凯歌能否是一马当先 一记绝尘 一直要领先到最后吗 我们看到极有可能会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 6号富安凯歌这是他的第二场比赛 第二次拿到比赛的冠军 好不愧是年度总决赛 这场比赛的成绩也是非常惊人的 前9名的成绩都跑到了1分15秒以内 要知道在1200的比赛里 只要跑到这个成绩以内 在过去的比赛里都是冠军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成绩 获得冠军的马匹是6号码富安凯歌 骑士穆哈塔 时间是1分11秒09 获得亚军的马匹是1号码宇宙星神 骑士敖白云 时间是1分12秒5 获得第三名的马匹是5号码 玉龙风度 骑士麦尔根 时间是1分13秒1 1分13秒